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PC秦先生的心机精评 这一期我们将会带来一台全新的手机 中兴天机10pro 这台手机是有5G的版本 但是我们手上现在这一台只是支持4G 好了 手机既然在我们手上 要不现在马上先来开个 开机完成 按照我个人的习惯 还是喜欢数一数有多少个第三方的应用程序 等等 我好像不是那样 先说一下外观 中兴天机10pro正面采用了 6.47英寸的柔性曲面水滴屏 使用了双面四周深弯3D玻璃工艺 屏占比高达92% 当然屏幕不单单看外观 还要看显示效果 天机10pro的屏幕分辨率为2340x1080 支持HDR10格式的高清影片 打开的画质增强后 能够更真实地还原显示色彩 现在我们打开一段HDR10的视频 来感受一下这款屏幕吧 中兴天机10搭配了超线性的双扬声器 这个外放效果感觉又如何呢 得益于深弯3D玻璃工艺 天机10pro的握持手感舒适 推荐和戴套使用 背部采用了后置三摄 熟悉的感态号排列设计 底部集成了扬声器和SIM卡槽 以及Type-C接口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系统 系统是基于安卓9.0开发的 MeFavor UI 而且中兴天机10pro搭载了 4000mAh的大电池 支持18W的有线快充 以及无线充电 值得注意的是 这台中兴天机10pro 是中兴首款支持5G的手机 也是全球首发的5G手机之一 处理器方面使用的是 高通骁龙855移动平台 那么既然采用了安卓上面 最强劲的SOC 肯定还是要先来跑个分 中兴天机10pro的GIGBENCH 单核得分3523分 多核得分为迪万零515分 安兔兔总分为37万零512分 均发挥了骁龙855的正常水平 看来性能方面是没得说了 是当今旗舰手机的顶级性能 游戏实测 和平精英 开启HDR高清画质和极限画质 在时长15分钟左右的游戏对比中 中兴天机10pro的帧率 一直稳定在59帧 稳如一条直线 摄像方面 中兴天机10pro搭载了 4800万像素的主摄 2000万的125度超大广角辐射 以及800万的长焦镜头 在主摄上 拥有十分不错的解析力 在花瓣酿量中的水滴也是清晰可见 即使不开启大光圈模式 中兴天机10pro也拥有了十分不错的进射能力 125度的超广角给照片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 中兴天机10pro无论是在外观的设计 还是在配置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 它也是一台完成度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而且中兴天机10pro也是中兴首款能支持5G的手机 所以如果想要去体验的话 可以现在就到官网上去预约了 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手机资讯 请继续关注我们VC onLive手机频道 我们下期终于时间 再见